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一下聊聊一下我們這個五行 那五行最基本的你可以從幫助文字提示這個地方看到 武將這個地方有一個五行 那五行由金木水河圖構成各自的五行LV 那可使用各行各行各行都可以 五行騙強化五行LV 那部隊全體的LV總和越高 最大的兵力越高 所以它最基本是加你的最大兵力 加你的兵力讓你續航力更足 打得更久 那此外呢部隊五體 部隊全體的五行LV大達一定值之後 編制時會發動五行技能 好吧 編制時會發動五行技能 記得這個五行技能哦 好吧 記得五行技能 那還可以從哪裡看到呢 強化的我們用諸葛亮來看 那強化的那個個人 那個諸葛亮個人的那個畫面首頁這個地方 有一個多一個五行 多一個五行 那五行呢它有排名哦 五行李諸葛亮排名五個五行來排名的話 是水跟火是S啊好不好 水跟火是S 那你要強化的時候呢 就是強化水跟火好不好 看你要強化哪一個 那我們一開始呢 當然不是盲目的追求你那個LV啊 除非你那個五行片很多啦 多到你不知道怎麼用 你就五個都升好不好 五個都升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用S去升嘛對不對 那個比較高的等級去升 好 那點進去強化裡面 就可以按最大 或者是你要按多少都可以 就可以升到五等 以目前的那個碎片來講的話 五行片來講的話是五等 那五行片要從哪裡拿 五行片 那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修煉上級這個地方開放了哦 那五行片 那你它有金木所有圖五種了哦 那李白都把它刷掉了哦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還是要支持一下哦 那後面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更高的 那你當然你要先通關到S啦 那它有寶玉可以拿哦 寶玉 寶玉很重要啦 哦 180的寶玉一定要拿到啦好不好 那我相信李白都通關了 大家的戰力應該沒什麼問題 然後那它的戰力也不是隨便的哦 我這個敵步這樣的戰力 大概二十幾萬 十九萬 腰神高等這樣 當然你可以按指導啊 去看 去看 那這個以這個木形鍛鍊 然後它是先把東西的那個 夏侯淵跟郭懷幹掉嘛對不對 然後再去打中間的那一那一堆那個 那先把夏侯淵跟郭懷幹掉 然後再去打中間的祭兵 好吧 中間祭兵 那你可以準備那種 那個技能是寬的 然後一次打三個四個 一次就是有複數 複數部隊攻擊的 然後傷害也是複數傷害的 就是不是只要 只是不是僅次於一個隊伍打就好了 要一次一個一個部隊可以打三個部隊那種 擴散攻擊 那個是最吃香 好不好最吃香 那李白都已經通關了 那應該想必大家沒什麼問題啊 好不好 對就是五行篇就從這邊來的哦 哦 那我們再回來 在哪裡還可以看到五行呢 就是編輯部隊這個地方 那我以我這個劉備的部隊去看 然後那你點一下這個圈圈好不好 你就看到說 呃 以劉備來講的話 金木水或五個五行的狀況下是還沒升級 所以都是零 大家都是零的狀況下 那以木型呢 你點一下木型這個地方 木型技能 剛剛有講到開啟五行技能嘛 對不對 一定的數字的時候 那木型技能點進去之後呢 發動條件是 木型技能 木型的那個等級要30等 好不好30等 那30等 30等的狀況下就是你每 你要用五個 五個 因為一個部隊有五個五個武將 去組合而成嘛 那你假如說一個練五級 那加起來是25級 所以你一共讓他超過30級 好不好30等 所以你五個五個武將加起來要30以上 這個五行的技能才會展開 好不好 才會才會才會發動 那你五行技能發動 像木型然後我們介紹簡單介紹一下 木型這個技能就是你只要木型30等 就能發動主將戰法時 發動主將戰法會隨機延長置身 一部隊一個已發生的強化效果4秒 所以他會延長你的戰法效果4秒 在都市外的部隊獲得經驗加20% 你打外面其他的部隊經驗可以加20%喔 那水深他這個還有一個進階水深木好不好水深木 你水深木的狀況下40木的等級40水的等級35合計喔全體喔 這是五個武將合體的技能水是40等然後水水是35等木是40等的狀況下就可以開啟水深木這個技能 然後部隊的機動加6%部隊內每一名木型LV10以上的武將讓部隊攻擊上升1% 喔這個就是喔你假如達到這個最基本的門檻 木40水35就可以拿到機動就是移動力然後機動力加6% 那你假設說你其中的武將又有木型有10等以上的武將喔 那部隊攻擊會上升1%每一名喔 你假如說你5名都是木型10%以上加起來就是50%嘛 一定超過這個基本門檻 所以你就可以加多少5%好不好 一名超過10等就加1%你5名超過10等50等的時候就是5%啦好不好 這樣了解嗎好那我再看一個 那木型呢你一樣木型最低最低基本門檻的技能就是30等火的30等 那30等受到戰法那個會發動火型的那個技能喔 那他的技能就是受到戰法攻擊而未潰敗時自身一部隊的戰法量表增加5% 部隊受到的火屬性傷害減5% 好像看起來沒什麼用喔 那木生火 好嗎木生火 一樣喔這木生火就是一樣嘛 木315啊火40 那部隊攻擊加6%火是加攻擊的喔 喔部隊內每一名火星LV10以上攻擊讓部隊對物攻擊上升1% 哇 所以你要木攻啊 你要物對物跟層打層你要更快喔 你就是要加這個木跟火好不好 木跟火 你要加木跟火喔 他是對物上升喔 對物上升 那但是你的火火等級一定要10%以上喔 那木形呢通常攻擊時有25%機率消除自身一部隊的一個弱化效果25% 所以這個木這個木形也是30等喔 那你這樣看下來到第三個木形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你基本門檻合計一定要30 好不好30那你的進階呢誰生誰生木水生木啊火生火生木啊 木生水火生木什麼的進階版的最低門檻是35跟40 好不好35跟40 所以你要加的時候你可以用這個基本的列表來看 看你要先加哪一個就是 有時候組隊還是要考慮到那個五行的話呢你就是要加對地方然後你組合的時候才可以增加你的機動或者增加你的攻擊或增加你對物的效果 好不好 那木形這個就是通常攻擊時有25%機率消除自身的一弱化一個弱化效果 部隊 潰敗時喪失的或 那火生土呢就是火要35然後土是40 部隊對物攻擊加6% 哇 所以你只要單純對物攻擊加6%你就是你就是要生火跟木 好不好火跟木 不是啊 更正一下對不起 火跟土好不好火跟土 因為那個火跟木啊是每一名要10等以上才有加物好不好 這樣有加物 那這個火生土呢只要你達到標準基本門檻你就可以對物攻擊加6%了 那部隊每一名突星LV10以上10等以上的武將呢讓部隊防御上升1% 很好 那金 金形呢 金30等 受到通常攻擊時和戰法時所受傷害減少10% 哇減傷喔 在都市外 的銅錢獲得量加5% 哇這個可以用在什麼打賊跟探索 好不好打賊跟探索 那土生金 土生金部隊的防御加6% 那麼部隊內每一名金形金形的LV10以上的武將讓部隊致力上升1% 我5 所以你要 升 升等 升致力的話你就是土生金好不好 土跟金 那想必的水一定是加 治癒呢 水30等的話呢開始交戰時若自身沒有得到治癒則賦予自身一部隊1% 治癒20秒 受到攻擊時損失兵力加10% 損失的兵力加10%轉為負傷兵 損失的兵力10%轉為負傷兵 所以可以讓你少花點資源去增兵 你只要治療就好 這不錯喔 那金生水呢 哇 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金35水40 部隊的治癒加6% 你只要單純加治癒就是 要升金跟水 金跟水 那部隊內一名水星 10等以上的武將呢 部隊機動上升1% 好 那這樣看下來吼 所以五行的內容吼 那簡單的說木就是 那個強化效果延長吼 那 水的話有加治癒 然後火的話是加戰力 那個戰法的量表 好不好 然後土的話是減少弱化 那金的話呢 就是受傷害減傷10% 獲得銅錢加5% 那進階的話水生木 那個水生木呢 就是機動加6 機動加6 加機動跟攻擊 然後再來就是 木生火加攻擊再加 隊伍的效果 它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火生圖呢 就是隊伍效果再加防禦率 那土生金就是加防禦 再加 那個智力 然後金生水就是加智力 再加機動 然後就這樣循環 有一個循環效果在 但是主要就是 你的五行片要夠 五行片夠 然後 你要 達最低門檻就是30 30 各五行的類 那個主要的五行 30等你就可以達到 第一個 開啟第一個五行技能 那你要在進階的話呢 你就是要 那個 以水生木來講的話 前面的水一定要 35後面的木是40 好不好水生木 所以用35跟40你 所以你最低最低 一定要40等 好不好 最低是30等 最高是40等 所以30 35 40 好不好 你就是 可以開啟 五行技能 五行技能 所以你要算好 你要看一下你要加的是什麼 你只要加攻擊就是木生火 然後你要加 你要加霧的話就是 你要加霧的話就是 火生土 加防禦就是土生金 看清楚的時候你再去加 所以現在目前的時候 你就是先 過那個 先過那個 先過修煉這一關 好不好 先過修煉這一關 相信你要認真打 好不好 認真打 因為有時候 但是你的戰力很高的話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戰力很高就沒什麼問題 那就是把它刷 刷完 刷完 那有可能之後會再開放 開放那個 有可能之後會開放更高級的 更高級的 也不一定 那當然就是先過關 先過關你就可以用那個 尾刃 尾刃 那像這個 五行騙特 對不對 應該後面會開啟更多的修煉 然後 所以大家 先把最近的 最近的那個五行騙 先把它 刷完 好不好 好 聽過這個 說明 希望大家會比較清楚一下 五行要怎麼去配對 主要他是全體 全體 那你配對完之後會增加你的 基本是增加你的戰力 然後進階的就是會 合計 合計等級會增加你的攻擊 智力 還有防禦 對攻擊智力防禦跟你的機動跟隊伍的效果 那這 看你要怎麼 怎麼升 好 我這裡是底白 我是底白 那希望這個五行 的那個說明 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大家拜拜 拜拜